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已经过了 那么到了2022年 2月4号 才是立存之日 但是到了2月1号 就已经是正义处理了 也就是说2021年全年是没有立存的 那么农村里面就称之为寡妇 这样的论诞是不是正确呢 有它一定的道理 但是它是不全面的 我相信大家能让你辨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 从这个寡妇眼来看 这叫共有时空 我相信明年它一定还是有很多小夫妻 会有结婚的殿堂 并能够共同进入来看待这个道理 那么这又是一个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就取个简单的例子 今年庚子年 是有春之年 难道今年庚子年结了婚的人 都非常好吗 所以不一定 语言是什么 刚才我谈到的 就叫共有时空 共有时空 是不适合每一个人 因为结婚是两个人 天地之间的这种 人量场地的交合 并不适合所有的人 最关键的一点 还是要针对两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 来找到女之相和 通关的日子来结婚 我想她一定是有大爱的 好 这个论点我们就讲到这儿 好 谢谢大家